今天来一个客户是医院的 戴尔R730服务器 一共5块硬盘 其中坏了两个 经过我们处理正在分析中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机器现在硬盘已经放到我们的工作机上 一共是5块 我们用工具读取一下 分别打开它 看一下16进制底层代码 经过我们分析 得出结论 直接进行重组 连续就是01234 然后一号盘已经离线了 然后块大小是128个扇区 OK 重组一下 好 我们看到分区可以打开 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数据库医院的派出系统 感谢老铁的支持 好 谢谢大家 非常的感谢